經典的一刻 而且非常實用 製作人特別把馬桶引進攝影棚 然後林姐說 太多NG動作了啦 是沒有錯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出去旅遊 可是到了外面之後 看到廁所他會怕 因為第一個怕什麼 怕髒好嗎 然後再來他會覺得說 算了我因為髒 所以不要去上廁所 然後我憋腰 我說不行啊 還是會有急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就去找了 現在很多休息站 幾乎都換成了免治碼頭 所以我跟你講 各招都會好嗎 為了屁股不碰到馬桶的坐墊 我可以告訴你 什麼怪招他都會出現 像電視牆半蹲室 全蹲室鞋躺室 反向蹲如側 反向如側 腳墊東西 您盡量示範一個就好 安全為主 願然換上高跟鞋 很多人竟然穿高跟鞋 會在上面 但是瑞瑩姐絕對不會 讓生命開玩笑 所以會換成平靜鞋 換成平靜鞋 對 因為很多人就是高跟鞋會用啊 可是還是會用換平靜鞋 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上廁所說 你把高跟鞋拎起來 不要 腳會碰到你 拎著高跟鞋 這樣怎麼上啊 因為這樣拎著高跟鞋 那很多人就是 很奇怪啊 馬桶蓋明明也是很乾淨 可是呢 我們現在旁邊不是都是有酒精嗎 他也不願意用酒精 他寧可這樣子 有沒有 對 半蹲 上廁所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樣是不會準的 因為大部分都會往外跑出來 你知道嗎 那還有一種呢 這個妙 你說 女生 還會這樣 很害怕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上廁所 因為他還是會 對 他還是不會碰到 但更有一種呢 很妙就是 他會把馬桶蓋掀起來 這時候想 馬桶蓋掀起來 但他是到底要怎麼上呢 這有點穩 對 穩的 我幫你扶著 好 我跟妳說 他怎麼上呢 我怕妳生命危險 不是 他怎麼上呢 他就直接 小心啊 小心啊 上金玉 就這樣上 然後全部外面都是你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很辛苦就是說 在看到休息站打掃的阿姨 或者在百貨公司打掃阿姨 你到床會看到說這外圍都是腳印 其實這樣上廁所不是危險 而是很髒 謝謝你這麼寫實的示範 謝謝阿姨 感謝 其實要補充瑞玲姐 不只是髒 不只是髒 而且是危險的 因為當你這個姿勢 有時候我們的尿碰到那個是滑的 所以即使今天不穿高跟鞋 又有人會滑 所以我們在以前急診就處理過案例 因為它滑了 然後骨盆去 是這個嗎 骨盆腔破裂 鞋底太滑 整個人馬桶上摔下來 骨盆腔破裂 對 還有一個是什麼 用力排尿 好 這個東西就是最主要是因為 有些人很趕 或是說 就像剛剛它是用半噸式的尿法來 各位這樣子的話 你尿你的骨盆是沒有完全放鬆的 那所以甚至要用力 長久以來以後 我們所謂的骨盆底肌肉是放鬆不良 那放鬆不良以後呢 以後就是說就像肩頸痠痛一樣 我放鬆不良 久而久之 我們就會形成 擴約肌跟所謂的 我們的B尿肌的協調不良 就是我想尿 可是我的骨盆底 它沒有打得很開 我會尿不乾淨 甚至尿很長的時間 就像院長到時候收腺肥胎以後 還尿很久 年輕人放由沾過家樓來 滴到的 對 對 你的意思我請恢復原廠設定 我請瑞玲姐在示範這個錯誤的半蹲上 尿到不放鬆 這個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的 院長 不可以的 這個絕對是不可以的 對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我們骨盆底是沒有放鬆的 你想想看 怎麼可能尿出來 所以你第一次要坐下去的時候 其實呈現 對 然後腳稍微張開 這樣才會舒服 這個才是最正確的 對 那如果是小朋友他踩不到底 我們一定要讓他墊一個東西 對 有個墊的東西 因為小朋友當他踩不到底的時候 他雙腳就會要縮起來緊背 所以有些小朋友的父母也會說 我的小朋友減尿困難不好尿 或是說他會影響他的膀胱功能